1.百度 文心大模型 3月16日百度发布了自主研发的语言大模型 文心意言 文心意言基于文本的深度学习技术 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而成 产品被分为三个层级 文心大模型层 工具平台层 产品与社区层 从近日参加公测的网友反馈来看 文心意言在某些程度上 已经拥有了理解人类意图的能力 回答问题时的准确性 逻辑性和流畅性都逐渐接近人类水平 但不得不说这类大语言模型 还远未到达完善的阶段 虽然在某些场景下可以表现出惊人的能力 但在另一些情况下 它们仍然存在明显的bug 这理想状态仍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腾讯 混元大模型 2022年4月 腾讯首次公布其自主研发的混元大模型 和UAN模型覆盖了NLP大模型 CV大模型 多模态大模型 以及多种行业和领域任务模型 混元大模型由腾讯的预训链研发力量 协同开发而成 在今年3月22日的业绩会上 腾讯透露将利用生成式L 来提升旗下旗舰产品的用户体验 如果效果良好 将有可能把生成式L技术 纳入微信和QQ等产品中 此外 腾讯也正在加强在人工智能 与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 混元AI大模型 不仅涵盖了NLP CV以及多模态等基础模型 和众多行业和领域模型 还推出了万亿中文NLP 顶级训练模型 在具体应用方面 腾讯旗下的腾讯研究院 于2月初发布了 AIGC发展趋势报告2023 指出腾讯混元L大模型 能够支持广告智能制作 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将广告文案自动生成为广告视频 从而大大降低广告视频制作的成本 阿里巴巴旗下达模院 已经推出了整合了多种模态任务 知识问答 AI绘画 代码生成 小说续写 方案撰写 诗词创作等功能的通意大模型 而近日则推出了 基于通意大模型体系 进行融合升级的新达模院版 ChatGPT 据消息 阿里巴巴达模院 已经在其AI模型社区 模搭Modoscope上线了 文本生成视频大模型 该模型约有17亿参数 目前仅支持英文输入 此外 模搭是阿里巴巴达模院 与CCF开源发展委员会合作 推出的AI模型社区 在网站上提供了超过300个开源模型 包括视觉 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 和多模态等领域的AI技术 在AI大模型方面 阿里巴巴达模院 在2020年初 启动了中文多模态 预训练模型M6项目 同年6月 推出了参数为3亿的基础模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模型参数规模不断增大 2021年5月 阿里达模院成功地打造出 参数规模达到万亿级别的模型 此外 M6大模型 也已经在超过40个场景中得到应用 除了在电商和制造业等领域中 取得优异表现 还在文学艺术 科学研究等领域中 也有广泛的应用 另外 据丁丁公众号宣布 其APP 已经将类似ChatGPT的人工智能功能 整合到丁丁机器人中 实现了机器人对话等相关操作 而媒体也曾经报道过 阿里版聊天机器人ChatGPT 也正在内部研发中 目前仍处于内测阶段 4 华为 盘古大模型 华为云与鹏城实验室联合开发 由鹏城云脑27 提供算力底座的盘古NLP 是业界首个拥有千亿级生成和理解的 中文NLP大模型 华为盘古NLP与ChatGPT 或许存在的差距是 前者是在中文支持方面 最为强大的AI大模型之一 后者则是适用于世界各国语言的AI大模型 除了硬件实力强大 华为盘古NLP在软件层面也有一定优势 据华为云人工智能领域首席科学家表示 盘古大模型可以在多个场景中通用并规模化复制 减少对数据标注的依赖 并且借助Model Arts平台 实现人工智能开发 由作放式工艺向工业化生产转变的新模式 在大模型产业化方面 华为已经发起了多个联合体 如智能摇杆开源生态联合体 多模态人工智能产业联合体 智能流体力学产业联合体等 以推动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落地 此外 在2022年 华为AI的硬件实力也被认为是全球最高的 蝉联全球人工智能算力第一名 5.字节跳动 据第一财经2月24日的消息 字节跳动正在大模型领域加大布局 专注于语言和图像两大模态领域的研发 据该公司相关技术负责人透露 字节跳动在语言和图像领域的探索仍处于初期 需要进一步完善 报道指出 语言大模型团队 由字节跳动搜索部门负责领导 规模约为十数人 而图片大模型团队 则由产品研发与工程架构部下属的智能创作团队牵头 一位知情人表示 字节跳动语言大模型团队于今年组建 探索重点主要是如何将大模型应用于搜索 广告等下游业务 团队计划在今年年中推出大模型 6.京东 2月10日 京东云旗下的延熙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宣布 将制定产业版ChatGPT 及ChatJD 据悉 ChatJD将整合过去在产业实践和技术积累方面的经验 参数量预计为千亿级别 同时 京东云公布了ChatJD的落地应用路线图 及125计划 该计划包括一个平台 两个领域 零售和金融 五个应用 包括内容生成 人机对话 用户意图理解 信息抽取 情感分类 其中 内容生成应用 涵盖了文本 图像 视频和音频等多种形式生成 人机对话应用 能够进行智能客服式的人机交互 用户意图理解应用 可分析用户提出的问题 确定用户真正的需求 信息抽取应用 可对海量文本信息 进行分类和提取关键信息 情感分类应用 能够对用户发出的言论 进行情感分析 进而做出相应的回应 这一举措 进一步凸显 京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和战略布局 有望在近期内推动京东 在零售和金融领域的业务发展 7.网易 据2月8日见面新闻报道 网易有道方面透露 未来将会推出面向在线教育的 ChatGPT同源技术产品 在此之前 网易旗下的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机构 网易福西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网易福西成立于2017年 是国内专业从事游戏和饭娱乐产业 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的机构 其研究方向主要涉及强化学习 图像动画自然语言 虚拟人 用户画像 大数据平台 云计算平台 云游戏等领域 目前 网易福西已服务超过200家客户 应用日均调用量已超过数一次 其产品主要包括 元宇宙虚拟活动平台 摇台 人机协作 POS平台 有灵机器人 虚拟人平台 以及智能挖掘机等 这些产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可以为用户提供丰富的文化娱乐服务 也受到了市场上的广泛认可 因此 网易福西在未来或将有更多的机会将其技术应用于在线教育等领域成为该行业的一名重要参与者 8.360 2月7日 360在互动平台上表示正在计划尽快推出类ChatGPT技术的demo应用 360透露 其旗下的360搜索目前是中国市场份额排名第二的搜索引擎 占据35%的市场份额 自2020年起 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包括类ChatGPT技术在内的AIGC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但目前仅作为内部业务自用的生产力工具使用 由于投资规模及技术水平与当前的ChatGPT3还有较大差距 各项技术指标仅略强于ChatGPT2 但由于训练数据源及应用方向的原因 在中文环境下的实际效果要强于ChatGPT2 360正致力于提升技术水平 推出更好的人工智能产品 综上 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都在积极探索类GPT模型的研究 在投资和研发方面都有相应的动作 旨在在自然语言生成领域实现更大的突破 但是终端产品上的人工智能仍然受到硬件算力的限制 与ChatGPT背后的超级计算机相比 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同时 人工智能需要掌握全球不同语言的知识 获取这些知识并非易事 而ChatGPT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OpenAI可以利用微软 谷歌等公司数十年来积累的全球用户数据来训练其模型 从而获取更多的知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趣或者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和订阅本频道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